AudioJungle 这次选拔不再局限于空军飞行员,将向社会全面开放,包括相关科研院所和大学等,学历要求也有所提高,港澳台同胞将有机会到大陆接受太空人飞行训练,报道称,大陆开放太空人选拔范围,吸纳包括港澳台在内的高素质人才,不仅对怀抱航空梦的台湾青年是好消息,两岸若就此开启在人航天领域的互利合作, 让台湾民众体验大陆航天事业的发展,意义将会更大,文章指出,大陆载人航天技术水准,以跻身世界前列,此次面向社会招募太空人,正是因为大陆载人航天已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,计划于2022年前后,投入营运载人空间站,因此,未来建造和运营空间站,要进行维护维修,科学实验等操作, 对太空人的专业技能、学历水准等都有更高的要求,正如杨立伟所言,科学家、工程师、程序设计师等,都有可能成为太空人,文章称,航天工程技术毕竟复杂高端,放眼世界,水准拔尖的国家屈指可数, 探索太空却是人类共同梦想,航天领域等跨境跨国合作已是大趋势,在多年载人航天领域的对外合作中,大陆的原则一向是和平利用,平等互利,共同发展,近年来也取得不少成果, 例如,大陆在人航天和俄罗斯、欧空局以及亚洲、非洲等许多国家展开大量合作,去年8月,两名欧洲太空人在山东烟台附近海域,完成海上救生训练, 这是大陆自在人航天工程启动以来,首次在大陆组织的大型训练任务中,出现国际太空人参与训练, 2015年,中欧在在人航天领域签署合作协定,明确双方参与对方的太空人训练活动, 2016年,大陆太空人赴意大利,参与欧洲太空人中心组织的训练等, 去年,16名中国航天员和两名欧洲航天员在山东省烟台市附近海域, 圆满完成了维系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,放眼国际社会、航天领域的合作,也有着多种实现形式, 例如航天局之间合作推动太空任务、地球观测、通讯、导航以及深空探测等技术研发, 还有和平利用太空技术实现航天技术民用化,如何利探索太空医学技术,并应用于大众健康事业等, 这些合作多是为满足人类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科学实验,有着特殊的隐医和价值, 在青少年交流方面,诸如此类的实践活动,更是广受欢迎, 每年香港都选拔一批青少年或内地参加太空体验活动, 该机制已运行多年,两岸在数年前也进行过类似交流活动, 回响热烈,近年政治因素干扰下一销声匿迹, 对大陆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其实无需过度解读, 在和平护利原则上,共同进行相关的太空实验和探索, 两岸存在着广泛的合作机会,报道称,台湾参与大陆载人航天事业, 已累积相当经验,2003年台湾农作物种子达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, 迈出两岸空间技术预种第一步,助力两岸农业科技水准的提高, 常为人乐道,大陆航天事业水准已进入新阶段, 对各类高技术、高素质人才有了需求, 为有至青年打开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, 对有航天梦想的台湾新少年更是如此, 如今,大陆各领域的发展日新月异, 大力度的挥台措施也为台湾民众融入大陆发展解开诸多限制, 而在人航天领域接下来若能进行深入合作交流, 将有助台湾民众感触其发展与有荣焉, 而两岸在该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, 实现新的突破是值得期待的, 文章最后说道, 两岸一家亲, 基于同分享, 大陆既有载人航天技术优势, 又愿意开放太空人选拔限制, 台湾青年何不选择去大陆实现航天梦想, 如果两岸在此能实现良好的合作互动, 两岸民众均乐见启程, 来源, 中学生